老店也有新生命 不要怀疑这些可爱小巧的真的是蛋糕哦 这是桃园大西一家老店 70年老店第三代老板努力 他们做出造型小巧可爱的黄金乳酪球 还有巧克力布朗尼蛋糕 方便一口咬下去 现在在网路上爆红起来 金黄色的乳酪球 一口大小吃尽嘴里 口感绵密乳酪香气扑鼻 造型圆润惹人恋爱的布朗尼 一口就可以吃尽浓郁的巧克力香气 别看他们 黎米造型这味道可一点都不逊色 第一次吃 可是我觉得这味道很香很浓很不错 有的女孩子怕胖 她觉得可能吃个适量就够了 吃个味道但刚好 最主要是说入口即化的感觉 是跟外面比较大的那种size完全不同 它吃起来的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样 这间位在桃园大西 开业将近70年的老饼铺 从老板娘的公公开始经营 口碑虽好但随着大西老街的没落 店内生意滴落前涨 以前这边蛋糕 那个西点比较少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天 差不多二十几年 二十年左右 那个蛋糕类的东西我们都是卖大西老街 第一有一阵子是比较 胃比较差一点 就是后来我儿子就是 他就是他想说在开发别的东西 就去年就是在网路上试着卖布朗尼 古洛球结果还不错 因为不舍70年的老店就此歇业 第三代老板赵子伟持续上班族的工作 与母亲一同经营 看重网路商机推出改良后的小口点心 为老饼布带来转机 喜欢吃老饼的那些老人家客群慢慢变少之后 所以我们就想出一些新的产品 让新的年轻人的客人可以在这块的客群 可以开发这块的客群 让我们的生意会比较稳定这样 这一年多来 其实我们的回购率算很高 对 然后以客人的话 会回购三四次以上的几乎蛮多的 在这里一做就做了三十五年的高饼师傅林明宽 和第三代老板共同研发改良 推出一口大小的乳酪球和布朗尼 别看他们小归小 从食材的选择到制作过程 可是不能偷工减料 为了满足爱吃又泡胖的饕客 师傅用海角糖取代部分砂糖 降低砂糖用量又不适风味 糖把它降低的话 它那个口感又会变掉 所以说我们就只好用海角糖下去 下去代替那个糖 因为海角糖的话 糖度只有糖的差不多百分之六十五 将制作乳酪球底成饼干的材料 依序搅拌均匀后 挤进一个个约五十元大小左右的烤模中 细胶材质的模具不需要抹油 更能降低多余的油脂 接着将奶油乳酪 玉米粉等食材拌匀 就可以来准备制作上层的乳酪蛋糕咯 为了做出乳酪多层次的味道 师傅从一二十种的乳酪中释出最佳比例 你搭配几种乳酪之后 才能够显现出它那个乳酪 我们要的那种味道 它有很香醇 不会说奶味太重 或者是乳酪的味道太重 我们就把它拉到我们最喜欢的那种味道出来 有别于一般店家用柠檬汁来增加乳酪酸度 师傅则是改用熟成乳酪来增添风味 加了熟成的乳酪消息之后 你那个整个乳酪的那个味道 完完全全都不一样 那种很浓 那种很香的那个味道 而且最只要它还是很坚强 刚出炉的乳酪球 散发出浓浓的乳酪香 酸甜的口味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一口吃进去是包括全部的那个 很浓很香很有那种味道出来 比较特别的是说它的乳酪很浓 然后是入口即化 然后像主要是说 其实像我妹妹她们在机场上班的 她们常常都会用团购来这边订 这个起司又不会太油 然后一放到嘴巴之后 它就慢慢开始融化 然后就整个整个嘴巴都是那个起司的香味 能一口吃下的美味 还有这一道经过师傅多次试做 抓出适当比例 将多种口味的巧克力混合 做出味道浓郁的一口布朗尼 大部分的人都会用单一的那种巧克力 但是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试验了蛮久了之后 我们用了三种苦甜的巧克力 还有就是一种牛奶的巧克力 一种是白色的巧克力 我们把它搭配起来之后 把那个巧克力的味道 直接就把它这样子拉出来 外形饱满的布朗尼 吃进嘴里口感扎实 有着巧克力的香味 却不过分甜腻 稍微有点小苦的巧克力 不会太甜 像我怕胖我就不太吃甜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会想要一吃再吃 而且觉得它冰过之后 像现在天气蛮热 还蛮适合吃的 它的味道比较重 它不会像一般外面的比较甜 曾面临危机的传统饼铺 在第三代加入后 创新研发出的小口美食 搭上网路相机 让70年的老饼铺 重新找到出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访订阅 访阅 访阅 转发 打赏 衣与 杀儿 created by 手中可